这是一只活吞了八百个人的大闸蟹 它挥舞着两万斤的大钳子 上来就要给三人修修脚 谁知跑着跑着 扑斥一下 掉进了冰冷的温泉里 等拼命爬上来时 已经变成了粉嫩多汁的美食 这让三人顿时蒙了圈 急忙找来个82年的大橙子 在上面滴上新鲜的汁水 抱起蟹腿就砍了起来 可就是这样有福同享的把兄弟 只因心情多吃了一口 就开始大大出手 这时沙子突然塌陷 瞬间几人就掉入一个神秘的洞穴里 这里密密麻麻铺满了白骨 一个不注意 吃人的藤蔓瞬间把四人掉了起来 他们手拉手用力地晃动身体 眼看就要脱困 可下一秒 眼前就出现一张大嘴 一只比恐龙还大的恐龙冒了出来 上来就要吃掉他们 谁知恐龙是个斗鸡眼 一口咬在了藤蔓上 几人健壮拔腿就跑 但恐龙很快就追了上来 关键时刻 一个独木桥救了他们 恐龙伸出五米的鸡爪试了一下 看着深不见底的悬崖 只能转身离开 可男人却说道 这恐龙智商真低 恐龙听到这 瞬间不淡定了 伤害性不大 但侮辱性极强 一个助跑后 高高跃起 直接飞到了对面 骂骂咧咧地追了上去 几人赶紧躲进山洞里 幸好洞口太小 他们才逃过一劫 生气的恐龙一声俱吼 瞬间吐了三人一脸的花露水 随后晃晃悠悠地离开了 可到了晚上 他们竟然收到恐龙寄来的快递 什么东西这么大 打开一看 竟然是一个比核桃还大的核桃 看着猛逼的人类 恐龙哥露出了神秘的微笑这时 三人才意识到 原来小丑竟是他们自己 大壮本是一名科学家 刚造出了一辆时光机 谁知使用不当 竟然一下穿越到了两亿年前 时光机也在途中丢失 他们在这里发现了还没进化的人类 一顿比划后 猴子决定帮助他们找回时光机 没走多远 刚好碰到正在买冰淇淋的霸王龙 四人拿出手机 想发个朋友圈 而这一幕恰好被泡妞的恐龙哥发现 上去就要吃掉他们 几人健壮 撒腿就跑 大壮看起来非常聪明 在地上开始了蛇行走位 可没跑几步 就被一口雕了起来 幸好书包救了他一命 随后大壮找到了一个氮气罐 把恐龙引过来后 一个弹射 直接送进了霸王龙嘴里 在零下100度的高温下 他瞬间变成了冰雕 八机一下倒在了地上 三人刚喘了口气 尸体开始急速膨胀 随后砰的一声 发生了爆炸 肉块满天飞 时光机也掉了出来 就在他们准备去拿时 一只翼龙突然飞过 叼着机器飞向远方的火山 这让大壮无比绝望 在晚上休整时 一只会飞的巨型蚊子 悄悄地落在大壮的肩膀上 酷吃一下扎了进去 用两米长的针管给大壮做起了体检 而大壮对此一无所知 吃饱喝足的蚊子 收回两米长的大针管后 悄悄爬走了 大壮却越来越困 甚至脸色都由黄变轻 接着就倒了下去 我的天呀 仅仅过了一分钟 蚊子就喝掉了大壮十斤的血 更恐怖的是 背上还留下了一个巨型笼包 几人很快来到了翼龙的洞穴 数不清的龙蛋显得十分诡异 而时光机就在中间 大壮迈着妖娆的步伐来到了目的地 随后抱起时光机刚要离开这里 就在这时 龙蛋竟然开始晃动了起来 随着一声破裂 无数只小翼龙破蛋而出 眼看就要被当作蜡条吃掉 危急时刻 大壮竟然唱起了摇篮曲 没想到小恐龙非常配合 转眼的功夫就打起了呼噜 大壮赶紧拿回了时光机 可就在回去的路上 秀琴被蜥怪绑架 原来他们也在寻找时光机 想用时光倒流的办法 占领两亿年后的地球 大壮和小帅为了阻止蜥蜴怪 穿着他们的皮囊混了进来 可这些怪物都是刀枪不入 没过几招小帅就被打晕在地 幸好大壮及时把秀琴救了下来 可就在这时 霸王龙找上了门 上来就要和大壮单挑 大壮找到了一根铁棍 随后一个助跑 准备飞上去踹死霸王龙 接着一个世界级的跳杆腾空而起 没想到飞低了 一头跳进霸王龙的嘴里 这时的同伴全都蒙了圈 简直就是白送人头 而就在他们以为大壮领了盒饭时 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 大壮竟然成为了龙骑士 原来他被吃下肚后一路挖掘 恰巧治好了霸王龙多年的便秘 从此他们成了把兄弟 面对眼前这些小不点 恐龙哥一口一个嘎嘣脆 没一会就解决掉了所有蜥蜴怪 和恐龙道别后 几人重新返回了地球 从此过上了不可描述的生活 牛牛电影 带你走进电影人生 这个男人不小心喝了喝废水 顿时觉得头晕目眩 紧接着喷出了一口黑血 回到家他开始疯狂呕吐 而胃液已经全部变黑 他叫大壮 是一个小混混 今天他为了躲避警察跳进河里 但不知道是哪个缺德玩意 把几桶和废水丢进了公共水域 他一不小心掉了进去 这一夜他浑身发冷高烧至60度 难受的死去活来 谁知第二天 他竟然奇迹般地恢复了正常 殊不知变异才刚刚开始 他照例把昨天偷的金表 卖给黑帮的大胖 不巧赶上对方内哄大胖一命呜呼 而一颗子弹不偏不已正中大撞肩膀 巨大的后座力 让他直接从90楼摔了下来 当场失去了意识 短暂的寂静后 阿丹猛然惊醒 他竟然死而复生了 而一股奇怪的力量开始在他的体内翻涌 他吓得撒腿就跑 没想到五分钟就跑出了100公里 好不容易回到家 却在门口遇到了大胖的女儿小美 她是个智障 只会反复问一句 爸爸怎么还不回家 大壮没心思理他 钢当的子弹贯穿了肩膀 他用胶带胡乱粘了几下 小美还在门口波噪 他气得一拳砸向肛门 没想到直接砸出了个大洞 他又推了一下衣柜 差点把墙撞他 大壮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摘下了屋里最重的暖气片 轻轻一掰暖气 就像纸片一样变弯了 难道自己拥有了传说中的超能力吗 他赶紧来到一家银行 对着踢款机一顿狂拽 竟然真的从水泥墙里拉了出来 于是兴奋地把踢款机扛回了家 更离奇地还在后面 他揭开胶部打算换药 谁知伤口已经愈合了 就连之前干比的后背 都长出了坚实的肌肉 现在自己不仅变得力大无穷 还拥有了神奇的自愈能力 这时楼下传来一声尖叫 大胖的仇家找上了门 逼迫小美说出大胖的下落 一向懦弱的大壮习惯性地选择偷偷溜走 而小美被他们带进了屋里 可下一秒一个黑色的身影破窗而入 大壮及时想起自己拥有了超能力 只见他单手举起一个半吨的胖子 重重丢了出去 黑老大厦的落荒而逃 为了防止报复他把小美带回了自己家 而此时他还不知道 自己徒手拆提款机的视频 已经在网络上走红了 他在小美的包里 发现了一辆运超车的路线图 应该是大胖生前留下的 于是他提前埋伏到了必经之路 上演了一出手私运超车 而大壮的出现再次扰乱了黑老大的计划 因为他也想抢这辆运超车 于是黑老大开始调查 这个突然出现的蒙面超人 另一边一夜报复的大壮 并没有什么远大理想 只是买了整整一箱最爱的酸奶 又给小美买了他最喜欢的动画钢铁极客 他们一起开心地吃酸奶看动画 两个孤独的灵魂开始互相陪伴互相取暖 他们想要的其实很简单 大壮带他去太平间见了爸爸最后一面 智商只有七岁的小美 似乎也明白发生了什么 哭着跑上了一辆电车 可下一秒电车剧烈颠簸了一下 大壮竟然徒手将电车搬下了轨道 他轻轻抱起小美 不想再让他受到任何伤害 可大壮的脸却被围观群众拍了下来 当天晚上黑老大便找上了门 一针麻醉剂放倒了大壮 醒来时他已经被捆成了一个粽子 纵使有浑身的力量也使不出来 不过黑老大没要大壮的命 而是用小美威胁他说出获取超能力的办法 大壮带他来到有河废水的地方 黑老大却不敢跳下去 就在这时黑老大的仇家突然出现 对着他疯狂射击 混乱之中小美逃了出来 大壮大喊快跑 但还是晚了一步 黑老大抓住他当了挡箭牌 枪林弹雨过后两人双双倒地 等大壮赶过去时 小美已经奄奄一息 小美死了 大壮的心也跟着死了 他浑浑噩噩地走在街头 不知道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突然身后发生一起车祸 一个小女孩被困在了车里眼看就要爆炸 大壮冲过去撕开了车门将小女孩救了出来 孩子的母亲感激地抱住了他 这一刻他似乎明白了英雄的含义 恍惚间他在屏幕上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原来黑老大中枪后掉进了河废水 已经死而复生 同时拥有了和他一样的超能力 他公开挑衅要炸掉市中心的球场 大壮立即前往而黑老大似乎已经攻后多时了 一番惨烈的肉搏后两人难分胜负 黑老大只好提前启动了炸弹 等大壮赶到倒计时只剩四分钟了 他赶紧载着炸弹离开 却被提前埋伏的警察错当成了罪犯 朝他疯狂开火 他抱起炸弹汽车狂奔 此时此刻他不再是那个怯懦胆小的混混 而是小美心中拯救世界的英雄 眼看就要抵达大桥 黑老大再次扑了上来 大壮抱着黑老大和炸弹一起跳了下去 一阵巨大的水花过后 黑老大四分五裂 世界恢复了平静 而从这天开始 城市中每晚都会出现一个戴着极客头套的英雄 在黑夜中行侠仗义 可惜这只是个美好的假设 现实中的河废水并不会使人拥有超能力 只会产生各种可怕的变异